你看 挺台灣的力道 其實三天兩天都在說 我先請教智勝老師 我們要怎麼樣來看 有一個訊息 跟台灣沒有直接的關係 可是我們在講台灣是位於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這一塊 澳洲就是第二島鏈 我們來看到的是 美國跟英國還有澳洲 他們有一個新的結盟 這個結盟它的簡稱叫做 AUK跟US 就是他們國家的前面的頭 把它組合起來 新的一個印太安全聯盟 已經講得很白了 其實我們每次在講說 潛艦國造 我們的關鍵技術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他們說 我們會協助澳洲來建 核子動力的潛艦 而且說到的是說 在這個印太安全的這個部分 要顧起來怎麼樣來看 是 當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美國的動作 真的是讓北京 我覺得是完全坐立難安 這個AUK是指澳洲 然後你看中間UK 其實是剛好把它串過來 是指英國 然後後面US 是英國澳洲美國 所形成的新的一個戰略同盟關係 那我們都知道 就是說 其實美日印澳本來就有話的 對不對 然後美國英國 澳洲紐西蘭跟加拿大 本來就有五眼聯盟 所以你等於是 在這兩個都有的國家之內 去重疊 形成一個更新 更緊固的一個軍事同盟關係 而且這個軍事同盟關係 打響的第一炮 我覺得真的就讓北京完全 可能就不知道該傻眼還是該退縮 就是美國宣布要將 這個所謂的核子潛艇的技術 轉移給澳洲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說 在台灣在講潛艦國造的過程當中 我們先講澳洲當例子 澳洲的潛艦國造 不好意思是失敗的 所以你這裡也知道說台灣的潛艇國造 是多麼的珍貴而難得的一個過程 那澳洲失敗這麼久 現在在這個AUKUS的 重新過程當中 美國宣布把它 取出核子動力潛艇的技術 給澳洲 這代表兩層意義 第一個是 美國60年來 核子動力潛艇的相關技術 只給一個國家 只給過一個國家 就是這個AUKUS裡面的英國 那美國跟英國的關係 大家都很理解 那你把澳洲拉進來 那代表什麼 就是60年來 美國第二個願意把 核子動力潛艇技術給的國家 那這個 我覺得是形成非常非常大的震撼 那這個震撼在於說 澳洲還特別出來說 沒有啦沒有啦 我們只是拿核子動力潛艇的技術 我們照來造成了 這個核子動力潛艇上面 不會放核彈 其實放核彈已經沒有差別了 為什麼 因為當你是核子動力潛艇的時候 你能夠在深海隱匿的這個時間更長 距離更遠 對於中國剛剛講 從第一島鏈到第二島鏈 你所有的潛艦 你所有在海邊上的艦隊 所形成的威脅跟威擇 那個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澳洲只要負責 可能可能是監控 監管 甚至我不是核子武器 我一般的武器也能達到 這個摧毀跟威擇的效果 所以事實上 我們現在叫做澳洲揮軍北上 因為這個潛艇的範圍輻射 可能是從南太到第一島鏈 跟第二島鏈的中間 甚至一部分往南海去前進 這是澳洲的部分 那這樣子的狀況 你就可以知道說 美國 英國 澳洲這些國家 多麼注重所謂的海上安全 跟中國在這個海上的一個侵略 那這樣子的結果是什麼 你看看除了這個美英澳之外 日本接二連三不斷在海上的議題上面 去做發聲 做什麼發聲 我覺得岸信夫 他最近的力道是非常非常強的 他又在接受CNN的訪問的時候 特別強調一句話 台灣發生的事情 與日本直接相關 他在講的是什麼 他在講說 其實台灣是日本的海上能源的命脈 非常非常重要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因為所有日本韓國的能源 從中東過來的時候 必經之路 對 你一定要經過南海到台灣海峽到這邊 所以為什麼這些國家這麼在意 南海跟台海的航行自由跟安全 這條如果斷掉 這條如果讓中國把握住 它就沒有能源了 一個沒有能源的國家 你就算在意有多少的技術 多少的科技 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岸信夫直接講 台灣就在日本的能源的命脈上面 然後接著講 說台灣如果發生的事情 都跟日本直接相關 我一直講 這句話等於是很清楚的吧 美日安保當中 日本周邊有事 等於台灣有事 這個一步一步的清晰的過程 你會看到 你從北從日本 南到澳洲 大家對於整個東亞的海上安全 是多麼的重視 而這一切重視的對象 全部都是劍指中國 都 readyон 伍佛 雙凲 雙凲 優 憑